今天挑战王铁锤的是一个象棋学院的教练 这盘棋杀得是非常精彩 尤其是最后一段招法 堪称是教科书一般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对局 教练呢上来让铁锤先走 铁锤也不客气 摆了个中号 教练上马 铁锤上马 出局 出局 教练在这里呢强挺起足 铁锤汇聚过河 上马 然后呢挺兵 双方啊 很快呀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套路变化 铁锤选择了最毒辣的激进中民 面对这个教练并没有认怂 要给你决一死战 回首试 继续冲 打一下 躲开 充足 上马 充足 上马 这都是常见的变化 走到这儿黑棋有两大招法 一个呢是回这个贴降马 再一种呢就是本局的 拒八进八 点局下二路 下一招很明显呢就准备啊平局过来捉双 走到这儿 红旗常见的招法呢就是走这个马八进七 铁锤呢没有这样走 他选择了一手踩马 踩马呢就给黑棋设下陷阱 黑棋如果说敢平局压马那就上当了 那这个教练呢也是不一般 他并没有过来压 而是啊选择了一手足务金一 这招足务金一也不得了 也是一个网络上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啊铁锤在上马 他在上马一踩鞠 躲开 那走到这儿 当时普招呢黑棋啊都是退一步炮 形成担子炮 这也是去年许仙后手战胜深棚的一盘棋 就是形成退炮 形成一个担子炮来防守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这个教练是被错谱了 还是说有意的想变一招 他呀选择了一个进马来气炮 那铁锤也不客气就吃掉了 然后啊再进马 那现在呀是双杀卧槽挂脚双杀 所以说呢瓶炮来顶马没有用 只能是补一手试 那黑棋一将 然后啊把这个铁锤吃 那走到这儿 大家可能感觉这个阵型有点熟悉 有点类似于 基金中兵对瓶码里面的一路五步穿操马的变化 但是那个五步穿操马呢 是黑棋已经是补完相 锯都已经是走到这个相位这来了 是那样一路变化 是五步穿操马 你现在呢像没有补 锯没有出 这离拐外拐呀错了好几步棋 黑棋啊肯定是吃亏 那走到这儿 这个铁锤啊就出手了 他怎么走的呢 就来了一个气马踏势 这也是大刀温馨呢 你不敢试 你试的话杀相一将这就要命了 那这个教练呢选择了一手五项 把这个给盖住 那铁锤呢上马 这个呀 马也不要了 炮也不要了 你就看着吃吧 那这个棋呢都在嘴里呢又不能吃 你不管是吃炮也好 还是试掉这个马也好 这个呢一打中足 红旗啊这个攻势啊太猛了 所以说呢黑旗不敢吃 就选择了一个退锯 那红旗呢把足打掉 来一将 那这个不敢进去啊 就选择了一手 瓶炮 瓶炮之后 他选择了一个 瓶中锯 瓶中锯 现在呀要吃这个马了 那铁锤呢把马一退 接下来的这一段招法呀 是非常精彩 大家看一看好了 你现在踩着锯呢 锯又不能躲 但是呢这个炮没有根 那这样的铁锤的炮不就丢了吗 被人家吃了 吃完之后还吃着马呢 好像黑旗把这个狮子吃回来 形势还不错呀 那这个铁锤呀就出手了 所有的这些招法呀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上马一踩 踩着锯 踩着锯呢 关键你还不能顶 你要是顶住马来对锯 恰好有一个瓶炮监军 你这个锯呢就白丢了 那不敢顶这个马怎么办呢 就平肋上吸入这个炮 那红旗进马又一踩 踩着锯 那这个锯呢又不敢竖着走 竖着走这么要要架中炮了 他只能是退一步 退一步好像又连住了 你这个马呢挂不到脚 握不上槽 而且呢这个炮呢 你也这个摆中也摆不了 被锯吸入了 好像这个红旗不行了 但是接下来铁锤只走了一步棋 这个对手啊就要举手了 铁锤怎么走的呢 突然间呢来了一招 拼锯抓炮 闪开这个位置 下一招这个卧槽可就杀了 那为什么黑旗就认输了呢 现在还吃着马呢 你现在不吃卧椰江这个要命 你现在又不能知识 知识的话直接杀了 两个样两边出不来 你一吃马 那铁锤啊 有一个瓶中江 瓶中一江 还是不能不是 也不能飞向 这边有个马 瓶中一江就是个杀 你电个中锯 那把锯一踩 下一招跳马还是杀 你说最后的入局招法是不是非常精妙 觉得精妙的朋友们可以在弹幕上打个666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